一段白板里面的相关资源 有这么多 一直到我们期末 第二个就是有关论坛 他一样我讲过 我上课会把整个内容录下来 论坛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要加进来的话 反正你就会说到我上课的影片 如果说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学会的话 比如上个礼拜教的 其实都在这里 那里面到底教哪些东西 也一目了然 反正你哪个部分不熟 没办法就点击进来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我的影片全部都在这里 那你哪一段不熟 你把它点进来 反正慢慢再看 可能有的时候 之前有同学说 他可能上课的时间 复习的时间可能还比上课的时间还多 因为他光要听一遍 再做一遍 再听一遍做一遍 可能花的时间远远可能还比上课的花的时间还要来更多 因为尤其是比较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MySQL 这个东西其实要半堂课要讲完其实是很拼的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只好怎么样 就在有效的时间里面 我们尽可能的讲得比较完整 所以当然我有给各位蛮完整的东西 在云端上面 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上个礼拜这个 在问题01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就是MySQL的 其实我上个礼拜讲的都在这里 很快的包含就是说怎么样去架设那个我们的server server里面包含就是一个是web server 网站的伺服器 一个是MySQL的伺服器 那装的方法其实我觉得都还ok 而且只要你注意一下一些细节 装这个好像还蛮快的 虽然它是server 可是感觉还蛮一下就可以ready的 另外它是可惜的版本 所以可惜版本就是 你根本不需要去做setup的动作 就是你就把它放在你的低点 或者根木屋底下 你会发现很快你的server就弄起来了 当然这个server不是只有只能做这些事情 它其实主要还可以跟PHP搭配 这个PHP搭配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架设那个网站的伺服器 比如说前端人家要跟你要资料 你也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 反正只要互动式的查资料 都可以用这个来架设 或者是手机有没有 假设你东西VBA 资料可以放在MySQL里面 那手机app 手机的app有没有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外面也可以连到你的server上去 去抓资料在手机上显示 都可以相通的 也就是说MySQL你可以当成有点像一个仓库 其他的前端界面不管它是哪一种 是PC上面可能用e-sale 或者Mac上面也可以用e-sale 如果手机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app 如果做app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是可以相通的 这部分的话 当然很多这些东西都在这里 回去的话 我是建议run过了可以再run一遍 如果可以run一遍 没有问题 那恭喜你 你将来要架一个MySQL 应该是还蛮容易的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东西 在很多地方一run 马上就可以ready了 我们也没有花很多时间 大概就 大概半个半堂课的时间 就把它run起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接着继续来看 所以这个影片档 如果说因为我看同学好像加的同学并不太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进来的话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你不会加 你可以告诉我 反正我帮你加进来好了 ok 这个同学 这也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吗 是吗 不是 ok 因为有些我不太确定的 就没把它加进来 好 那请各位待会先帮我做一件 第一个到资料拆解里面 下载这个翻例档 ok 那这个翻例档里面的话 基本上打开来了 大概我们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子 呃 其实会有几个常常遇到的状况 比如说呢 这个当然 这个题目是从那个 有一个叫468招里面 抓出来一个翻例档 那它其实需求就是说 原始资料里面 可能有英文有数字有中文 那如果说你今天 它的题目只是说 如果要算里面有几个数字的话 几个数字哦 ok 那像这个是零个嘛 这个是三个 这个也是零个 这个是四个 那有没有相对应的函数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在内建函数里面 你可以想到有吗 应该是没有了 ok 所以没有 那当然延伸性还可以 比如说数字 英文 中文 大概可以这样 那假设啦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向来探讨 第一个 如果用函数来做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上面有一个公式 大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 可能会牵涉到 第一个 电脑的内码 内码部分 就是ASCII Code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是数字的话 那它的范围呢 应该是在哪里呢 这边有个解答 应该会是在ASCII Code里面 内码表的什么位置呢 其实我也把那个ASCII Code内码表 帮各位贴到这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数字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ASCII Code表的 后面这个红色字是 我们要的这个内码 它实际上对应到的内码的位置 是在多少 48到57之间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知道说 某个字它的内码是在48到57之间的话 那表示它就是一个数字 反之就不是一个数字 OK 那我怎么样知道说哪个字是不是48到57之间 那在ASCII Code如果用函数 我们先抓第一个字好了 比如说第一个字ASCII Code 或者你甚至不用抓第一个字了 直接用那个函数里面的那个 你可以找一下文字类的 OK 文字类里面 这边有个叫Core Core 它说你给它一个字串 但是它只会抓第一个的什么的内码 OK 自圆级 实际上就是内码按确定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ESCELL 它只会抓到E E的位置是在内码的哪一个位置呢 你可以看一下内码表 E大写 大写的话 刚好就是ABCDE 有没有 就是多少呢 所以它帮你把什么呢 69告诉你 那69呢 基本上呢 就英文 它不是一个数字啦 所以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呢 有没有 底下大家你可以向下填满 如果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它只会抓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49 我们是48 是0 对不对 49 那它就是一个数字 那以此类推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是那个中文诺的话 它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在制定内码的时候 它根本压根都不知道 有中文这种东西 所以它设计的时候 没有把其他语系给列进来 那时候怎么解决呢 就是把一个by字 变两个by字 所以中文 在内码里面 我们算by字数的话 那中文就是两个by字 那英文跟数字就一个by字 不过这个英文跟数字 指的是半型的 如果你是全型的话 也是两个by字 OK好 所以这地方 那它那个中文的来源就是什么 两个by字里面 一个高位元 一个低位元 反正那个理论 两个相乘之后 你会看到数字就非常的大 OK好 那它如果不在内码表里面的话 基本上有可能就是中文的 那其他还有像b 大写的b是66 以此类推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说 它这些字里面呢 到底是不是48到57之间 那到底有几个呢 我没有办法把它算出来 这里面还没有牵涉到 去把数字留下来 我们只有算它有几个 那这地方 所以这里你可能 需要再来第一个 我刚刚第一个是首字而已 首字的话我是用什么 用call的函数 这个code这个 给它一个 它会直接抓第一个 那再来如果说 全部的字都抓来判断的话 这边的话你可能需要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文字函数 那文字函数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mid 那mid主要是什么 先切第一个字 判断一下 再切第二个字 判断一下 以此类推 那全部 一个一个帮我全部判断完之后 如果呢 它是 那可能我们就用1来代替 如果不是 那用0来代替 那如果把这些1 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我就知道 里面有几个数字了 OK 那这个逻辑应该了解了 可是呢 如果在函数里面呢 你要该怎么做 这里你可能需要 除了mid的函数概念之外 还需要用一个所谓的阵列 各位朋友知道在ecell里面 其实也可以执行阵列 也就是说你不只可以执行一次 你可以执行多次 但是那个多次 你必须配合一个组合键 叫control shift 加enter ok 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其实在那个ecell的函数里 就是说资料编辑列 其实也可以执行 类似回圈的这种概念 就是所谓的正列 那只是说 它有点不是那么容易去执行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mid 把资料给它 那第几个字 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字 也可能是第二个字 也可能是第三个字 有没有 也可能是第四个字 可能是很多 很多个字 那假设啦 我们可以这样 假设你要叙述的话 比如说你要告诉他说 请你帮我一个字都帮我抓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前后再加一个大瓜糊 这个就表示一个正列 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不只检查一个字 检查 1到9个字 可能你想说老师只有5个字 没关系 他反正检查到5个字 第6个字 他还是简单 但是检查不到东西 OK 好第一个 我们start number可以给一个正列 OK 这个是一个正列的叙述 那number chart 还是要取几个 取一个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当然它只会显示1 按确定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code 就是那个编码 帮我检查一下 不过它还是只会抓第一个 所以你把它打勾之后 它还是69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让它全部一起执行的话 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跟各位讲 怎么样在这边 让它可以帮你跑回 跑那个在 Excel函数里面呢 帮你跑一个正列 让它有点类似像 Excel的那个 VBA里面的回圈的概念 不过你会发现 最后你做完这个之后 用VBA来解决问题 好像会变得比较简单 在这里处理反而变得比较麻烦一点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先开启那个 103题的那个 判断数字或非数字的这个范例 请不吝点赞